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看安播足球快訊 傑斯近日在節目中提及積頓新組與坦克之間的矛盾 他表示主帥,批評球員是想令球員發揮自己的潛能 傑斯就這樣說,看起來已經是坦克最後一次努力了 公開地批評積頓新組,看看他有甚麼反應 看起來坦克對新組是甚麼都試過 當新組第一次來到球會的時候 傑斯也是他的球迷,但他認為他會變得更好 而新組在球會短時間內並沒有真正做到這一點 而對傑斯來說,新組總是想在進攻三區裏做出正確的選擇 這對一個年輕的邊鋒來說是很罕見 但他到了曼聯之後並沒有發生這些事 他試過不同的位置 對傑斯來說,公開批評 即使新組可能是坦克最後一個嘗試 令新組發揮自己最好的一面 他繼續這樣說,球員可以作出反應並思考 而這件事令他很生氣 但現在看來這件事不會有甚麼進展 現在就要看新組怎樣想 傑斯也知道新組的訓練引起了很多討論 對傑斯來說,在曼聯訓練比正式比賽更難 如果新組在訓練時表現得不夠好 他是不會參加比賽 而更衣式的一群球員也有責任 確保新組在訓練當中表現得更好 一群球員必須承擔責任 如果新組沒有盡力的話 球員是會提出的,確保他能發揮出色 至於新組他很有能力,大家都看到 關鍵的就是他的心態